好 到了 哇 這邊 視野好遼闊 這就是我們要紮營的地方嗎 這就是我們要紮營的地方 這個 看起來不太簡單 柴火都已經準備好了 帳篷 睡袋是不是 不是啊 我去露營的時候都是那種很輕便的 這是唐椅 專業的啊 這是整班的學生來睡的吧 好 加油 那我們就 那我們就 柴火 你剛剛 你們剛剛在車上睡得還不夠啊 還不夠 沒有啊 什麼時候有睡覺啊 來 現在趕快 那我跟你講分工好了啦 快要停黑了 先停黑了 這個是帳篷 帳篷應該比較高 你們真的是很笨耶 怎麼... 怎麼這樣子 不是這樣子啦 不是這樣子 那... 我們先把它縮回來 這樣子啊 我們都弄錯了 你看 你看你怎麼 你有可能這樣子嗎 我們想說帳篷都不會太高啊 不是... 帳篷是睡覺 可是你這是客廳上 客廳上的一定是可以站起來的 所以你們一定要先把它縮回來 要把它縮回來 小心手 手不要夾到 我覺得我們來備料就好吧 備料 還是生火 生火 生火這件事情 我是不會啦 我也不會 等他們一起來弄好 那是備料 還是我們先吃零食 我覺得吃零食真的足以不錯耶 我喜歡 這水好冰喔 對啊 那是在真的入夜以前做完耶 要不然手超冷 先把它頂靠上去 它是客廳的 對... 它是放在客廳的嗎 客廳帳 來 往... 啊... 等一下...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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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 啊...等一下... 上...上...上... 往... 拉開來... 拉...拉... 哇... 哇... 沒事... 可不可以有沒有怎麼樣 沒事...可以 住櫃有沒有怎麼樣 沒事 住櫃有沒有怎麼樣 沒事 沒事 皮沒破 其實今天設定好 要露營這個行程 我一直在心裡面很擔心 我從昨天就很擔心到今天 因為昨天去了這麼豪華的地方睡覺 今天要叫長輩幫我搭帳篷 然後可能會天氣是怎麼樣 我也不知道 所以一切都是處於那種 我很擔心的狀態 所以 整個晚上我就很像小赤子一樣 你知道嗎 東奔西跑 有任何需要我 我就會想說可以處在旁邊看一下 然後 為了讓他們可以不要這麼的 勞累這樣子 我有一件事情想要送給大家 就是... 你還有東西要送給我們 對... 我覺得奉獻跟給予是人最大幸福的事情 對... 然後我寫了一首歌 就是在昨天... 昨天... 出發前我就想說我寫了一些東西 然後昨天我又改了一些東西 昨天寫的 對... 就沿路上的把歌詞寫下來 然後我希望 就是可以分享給各位 OK 其實好像這個有一點緊張 沒事不緊張 我們沒有人在注意你 好 沒事 我一直有一個感覺是 好像想要去為這趟旅程留下些什麼 那我自己有習慣拍戲的時候寫歌 來當作自己心情的抒發 或者甚至紀錄當下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在這一次花甲少年去旅行 我也想要寫一首歌去 來紀念這一次的心情 對... 你們是我的... 寶貝 這一次回憶... 驚會 來新竹品牆 美時好滋味 風景美人眼眉 對... 你們是我的... 寶貝 這次會一起 去回 我真感謝你 無期限 我花這麼少年 真美麗 我花心 跟你們一起 畫我 好棒喔 謝謝 像這樣我就會很感動 然後我就會想哭 抱抱 大家都是用心 你知道嗎 我們才第二天而已 天啊 我是很容易感動的人 因為她等於前兩天就開始 在問我說姐 你對台語了不了解 那她也沒跟我講要做什麼 直到我剛剛聽到她唱 喔 原來她 為了這樣的節目 然後寫了一首歌 然後在歌詞也寫得讓我 深入我心 我覺得很感動 就瞬間的一個感動 喜極而泣這樣子 喔 謝謝 我剛剛好像有唱錯對不對 沒有啊 真的 只要用心一切就是對的 只要用心一切就是對的 不可以哭了嗎 剛剛 剛剛 等一下 等一下 你說那個 那是 好好笑 為什麼會這樣 開心感動 就是 衛生紙 感動的淚 那其實 我一直在想 我是不是 我是水 我也不行 謝謝 什麼味道 後面講得這麼醜 那 很安靜喔 他們已經在抒發情緒了 所以我就還是 趕快遞衛生紙給他們 對 然後我一旦有這個 有這個角色分配 我覺得我的情緒就會自己 自己用別的方式代謝 但是其實那個瞬間我也是覺得 天啊 好感人喔 但是又會有另外一個聲音 就是覺得 怎麼了 就是還好嗎 有各種 有各種對話 在自己的腦海裡 我以前不是一個 這麼容易動情的人 你知道嗎 原來我的心是那麼柔軟 其實每個人心裡面 其實都是柔軟 人生 哥 哥 對不起 我絕對不是難過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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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感動 人生其實就是一場戲 我們都是在舞台上 扮演自己的角色 但是這場戲 有結束的時候 我們有落幕 有羨慕 有卸妝回到自己的那個時候 我們是在為未來做準備 死亡其實也就是一種分離吧 但是它不是結束 重點是我們還在的時候 好好的 好好的 好好的對自己身邊的人 謝謝哥 謝謝哥 太感動了 不好意思 我把那個氣氛弄得太沉重了 不會 不會 身體健康 平安喜樂 平安喜樂 不光是那首歌 你整個晚上我都很感動 雖然才相聚不過短短的兩天的時間 我就覺得好像他們已經是我的家人一樣 我可以看到他們每一個人身上 散發出來的熱情跟溫暖 很感動 只能說很感動 我真感謝你 我去鄉 我歡迎少年情侶淚 我歡迎和你走歸 好聽 太棒了 發這邊 restoration 謝謝 Yeah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